花莲省政府疫情记者会也公布了中央防疫中心的相关指引 29号起调增入境总人数为每周6万人次 取消唾液PCR检测 检疫处所得全程采一人一事 请民众尽速歇种疫苗并配合落实防疫规范 花莲目前确诊累积 确诊数为10万多人 而510位居家隔离中 今日确诊为660位 确诊数分析达31.1百分比 7日的平均数也比较缓慢 14岁以下的确诊比也比较高 那我们今天花莲 确诊症犯数是660人 而我们花莲累积的病例数也超过10万人 目前是10万比1859人 虽然说有这么多的人染疫 但是在轻症跟无症状的比例 仍然持续在99.56% 所以虽然说有600多万的人 花莲现本身有10万多人确诊 但是在99.56%的人都属于没有症状或是轻症 那我们的7日的平均确诊数 那我们的7日的平均确诊数 那在9月20号的时候是660人 那前提来看 那这一个礼拜的7日的平均确诊数 跟上周其实非常的接近 那这个红色的线就是我们花莲线的 这个7日平均新增的确诊数 那可以发现到说从我们的9月7号之后 一直到我们这个9月20号这两周 那整体来讲 这个曲线非常的缓慢上升 甚至在一个持平的一个状态 那在上周9月13号的7日的平均确诊人数 在花莲线是651人 那9月20号一个周后是660.6人 所以大概差个9个人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增加的幅度非常的缓慢 而且非常的微小 次世代莫德纳疫苗24号也开始接受预约接种 13乡镇卫生所以及新冠疫苗医疗院所可接受预约 记者林杰花莲室采访报导